为什么要了解乙肝? 乙肝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是一种常见疾病,尤其在亚洲和非洲。 中国的乙肝流行状况如何呢? 在中国,乙肝感染也非常的普遍。 根据我国卫生部的数据,乙肝慢性感染者占成人的十二分之一。 也就是说中国人中有近一亿人是慢性乙肝病毒感染者,那大约是英国和西班牙人口数两之和。 乙肝慢性感染可能发生在你身边的任何人,如你的老板,你喜爱的明星,你的老师,或者你最好的朋友。 啊?有一亿人?那么多?那乙肝到底是怎样感染的呢? 简单的说,乙肝是因感染了乙肝病毒引起的,乙肝病毒是导致乙肝的病源。 现在让我们了解一下乙肝病毒。